氣體分銷箱 運送氣瓶員工入職基本培訓教材 作為氣體分銷箱 應確保無過量供應或儲存石油器 根據法律要求 除非已得到批准 任何人不得供應或儲存總標稱 容水量超於130升的石油器 例如標稱重量15至16公斤的石油器 許可平數為3支 作為石油器分銷箱 亦應及時回收石油器瓶 石油器瓶使用完不後 石油器分銷箱應盡快回收 並不應擺放在公眾地方 如發現其他牌子氣置或無人看管的石油器瓶 應致電24小時緊急熱線通知有關的註冊氣體供應公司收回 而各註冊氣體供應公司的有關熱線 已於表上列出 指有受固於註冊氣體工程承辦箱 並領有適當類別的氣體裝置技工 方可親自進行氣體裝置工程 有關氣體裝置技工類別 可向基電工程處查詢 教部講求好 터�務援電機工程處 redes gera 耳控鏈機體ア� ICU コツ表示 已可需申請 註冊疫苗 在用具方面,不論使用地點,所有家用氣體爐具,包括卡式石油氣爐,都必須得到氣體安全監督批准方可銷售 而獲批准的爐具,均負有認可的GU標誌 與發現客戶的家用氣體爐具沒有GU標誌,應勸於客戶盡快更換 所有新入職員工,在開工前必須完成氣體安全訓練,包括金換石油氣瓶的訓練 而在金換石油氣瓶時,必須依照正確步驟進行 以下為金換石油氣瓶的正確步驟 金換石油氣瓶應由受過相關訓練的人士,進行以下步驟進行,以察安全 1. 金換氣瓶前 關閉所有相關的石油氣裝置及佛門 確保附近空氣流通,沒有明火 再整個金換過程中切密使用手提工具 2. 刷除舊氣瓶 首先,依順時針方向關緊瓶佛 然後一手固定調額器 另一手依順時針方向扭鬆調額器手輪,即俗清彤環,以刷除調額器 4. 檢查調額器及其防漏膠圈,確保沒有爆裂滑損位 3. 接播新氣瓶 首先,拆除石油氣瓶的密封蓋 首先,拆除石油氣瓶的密封蓋 然後一手固定調額器 然後一手固定調額器 另一手依順時針方向扭鬆調額器手輪,直至緊扣評伐 4. 甘換氣瓶後進行檢查 首先,輕輕用手拉動及轉動調額器檢查,以確保與平伐感密接合 然後依順時針方向,領開平伐,留意是否有石油氣味或流氣聲音 最後,在接駁位置塗上檢水,確定沒有氣泡霧出 沒有以上問題,方可重新啟動氣體裝置 如有需要,請與石油氣分銷箱聯絡 要求示範更換石油氣瓶的步驟 如發現異常情況,應立即關閉評伐 及安排註冊氣體工程承辦箱跟進 若出現持續漏氣情況,請立即離開現場 疏散到安全地方致電999求助 有關《更換石油氣瓶的正確步驟》的示範短片 經已上載至基電工程處Youtube頻道 歡迎掃描QR Code 流浪 如有疑問,請聯絡所屬註冊氣體供應公司 或致電政府二線1823查詢 請按讚 請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